美丽是每个女生一直在去追求的 这一生可能都是她一个终极的一个梦想 我觉得李伟的这个上招网 其实某种意义上是给了美丽的这样一种呵护 有一些个性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用这个智能的手机壳去测一下她的皮肤 然后去推荐相关的一些护肤品 最重要的是用了一个大数据的基础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基于数据的分析 进行商品的推荐 而不是说仅仅是根据你的年龄 根据你的喜好 甚至是根据这个商品打不打折 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 是特别好的一个方面 另外刚才我在跟阿里的高总在聊的时候 说到今天的这个上招网 它后面提供的这样一个理财 实际上是变相地把打折变成了一个 让用户觉得占便宜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一种打折的方式给用户 但是它变成是一种理财 就感觉我花了钱 然后这些钱不断地在增值 这些钱实际上是我花出去了 本来就没有了 但是它还给我存起来 最后又变成一种收益给我 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在互联网里头 我们做很多的东西 经常要让人觉得是占便宜 如果你能让用户觉得是占便宜的 那毫无疑问 对用户的粘性就比较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而且是跟以前我所看到的 面相整个女性的美妆 不一样的一个模式 另外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 五子正科 对吧 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 房子 车子 票子 孩子 还有位子 肖文杰总 解决的就是票子的问题 我经常听到说这么一句话 就在我们的商场上 说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两个东西 是绝对的 如果你能够让商家去做的话 那所有的商人都愿意 做这两种生意 一个就是海洛因的生意 一个就是高利贷的生意 那么毫无疑问 肖文杰总 他做的是高利贷的生意 只不过是互联网加高利贷 今天我们看A股很火 但是A股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率 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高利贷的生意 是持续的 只要这个用户购买了你的商品 只要这个用户依然在你这个平台上 他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去支付 他所借款的这个利息 所以毫无疑问 分极勒所切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是一个互联网加高利贷的生意 这样的生意 我们都知道说它是个暴力的生意 那这样的一个暴力的生意 一定会引来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 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 所以对于分析来的来讲 未来的挑战 我相信可能来自两点 第一点呢 巨头的是攻击 第二点是说 它在跟巨头的这种竞争中 它的速度 它的执行的落地的速度 是不是能更快 它是不是能从它今天的优势人群 迅速扩展到其他的非优势人群 如果它不能扩展到其他的非优势人群 那基本上来讲呢 既然这是一个平台级的生意 可能就意味着 你要不就是生 要不就是死 这个跟我们说的 刚才上庄的这个平台不太一样 因为上庄呢 其实如果我们今天看女性 面向女性有很多的产品和服务 这么多年过去了 其实我们发现巨美活得很好 我们发现唯品会合得很好 我们发现很多的厂商也活得很好 是因为面向这个巨大的市场 大家完全可以通过差异化 都有一席之地 但是在这个票子这个市场 很可能就是会出现像BAT的这样一个 垄断的这样一个趋势 国动总做的实际上是就屋子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房市整个的过去两年并不好 但是呢 我觉得国动总做的这个事情呢 其实符合了今天这样的一个 特别刚需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特别对于开发商来讲 因为三年前 房子是一个稀缺品 基本上你一开盘 对吧 特别五年前更甚 基本是抢光的 而今天的情况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一线的个别楼盘之外呢 大多数的 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楼盘 是卖不掉的 那么怎么去库存化 那毫无疑问的是 今天所有的开发商 新房开发商要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吉乌实际上是提供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 那未来的挑战也是很明显 就是刚才我听下来 似乎呢 经纪人也要去服务 消费者也要去服务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侧重点 就是先抓住一头 先能把整个生态供应链的一方面抓住 迅速把它打开 然后再扩展到其他领域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在整个的这个互联网加 新的一些房产销售 去这个子中心化的这样的过程中 可能要注意 因为不仅仅吉乌在做 很多的公司都在做 包括正在合并的这个安居客之后的五八 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从二手房现在更多的像新房在做 而搜房本身其实是从这个新房起家的 对吧 包括还有新浪乐居的等等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这个三个 一个是解决面子的问题 对吧 就是女生的面子 一个是解决票子的问题 一个是解决房子的问题 那我说一下共性 对于任何的互联网加的企业来讲 可能要从三个方面考虑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的供应链整合 其实在这三个公司 也都存在供应链整合的问题 无论是在上庄 还是在我们的分析乐 比如分析乐的橘子理财 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把资金 因为对它来讲 它玩的就是钱 它的钱本身既是它的产品 也是它的供应链的一个输入 你是不是有冲突的钱 能够去放贷 同时又能够把放贷的钱 连本代息收回来 整个供应链的整合 肯定是一个特别重要要注意的 那第二个实际上就是 基于大数据和宁人智能的 基于产品的快速迭代 这一点我觉得 在上庄的这个例子中 刚才我们谈到了说 实际上是很明显的 至少这个尝试 我觉得是特别有益的 是不是能成功要去看 比如说 是不是对女性来讲 你只是提供一个 基于你脸面的化妆品 你的SKU就足够丰富 还是说将来 你可以延展到其他的SKU 但毫无疑问 基于大数据和宁人智能 能够快速地对你 正在提供给用户的产品 进行快速迭代 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个就是资本 这个我相信都是一样的 能够融多少钱 就快速地去融多少钱 特别趁着这个泡沫的 这个很高的时候 那么除了这三家呢 我们最后一家呢 就是技总的这个Ucloud 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 因为大家之前都听说过 这样一个实际发生的故事 一个是斜程的故事 一个是支付宝的电缆 被挖断之后的故事 我听了这个很萌的 笨的这个介绍 我感觉呢 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人 其实将来你们 面临Ucloud的只有两个选择 就一个你就是加入它 让它为你保驾护华 一个呢就是它黑掉你 让你无路可生 以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准 我看似乎只有这两条路 从Ucloud来讲呢 它的挑战就是 求有的巨头到进去 如果我们今天看 亚马逊的股票在涨 其实也是因为 它的云计算业务 超出了华尔街的想象 对吧 包括微软今天的市值 还在这么一高的水准上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 消费业务 有很好的增长 很重要一点就是 微软在云方面 也做了很多的部署 所以毫无疑问 云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力 比我们今天看到的 很多的这个商业市场 还是来得更大 因为它是 整个互联网家的一个基础 它实际上是把互联网家 最终给你加到 你业务中的一个基础 所以它的挑战其中之一是来自于巨头 但是还有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做相关的云的部署 前一天问我的工程师 我说你有什么推荐 第一个 他说如果亚马逊行 就AWS 对吧 第二个 说实在不行的 那就是阿里巴巴 再不行呢 再不行 反正百度腾讯凑凑凑凑做一点吧 我说还有没有 他说其他家基本上 他说都不太靠谱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在更普遍的 网管的认知 特别是对这种传统企业 因为我是觉得 YouCloud的未来更多的想象力 不仅仅是帮助在 从头就是一个数字企业的创业企业 上到整个YouCloud 对吧 更多的说 你的传统企业 怎么通过互联网家进来 那么这个量级 是一个巨大的量级 那这个量级 它的网管 它的IT 它的市场人员 业务人员 是不是能认知这个品牌 我觉得变得很重要 我知道我们台下做的 有些企业是2B的企业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一个重要的趋势是说 2B的产品在消费化 如果你不能把你的品牌 做到消费者中间 其实最后你会发现 你在向B去推销 你产品和服务的时候 是会碰壁的 因为所有使用你的产品和服务的这些B 最后都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 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 所以一个特别经典的成功的案例 其实就是Intel Inside 对吧 我们一听那个声响 我们听那个slogan 其实你说Intel 你买个芯片 你回去吃吗 肯定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建立了这样一种认知之后 消费者在去选电脑的时候 就说我要Intel芯片 它是2B 但实际上它是影响了2C 那对于YouCloud来讲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要去重视和抓紧的 互联网家 正如我之前在朋友圈所发的 我们今天的行业和企业 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坑 每一个坑 实际上都是互联网家的机会 其实也都是我们创业的机会 也都是我们传统企业 转型的机会 但最终的还是要记住那两个 就是名词是代表了你 互联网家转型的本质 你做什么呢 这个行业的本质是最重要 那么形容词代表的是 你如何去转型 什么样是用户的痛点 无论怎样 倾听用户的心声 按照用户的需求随去而动 才是互联网家能成功的一个保障 对于我们今天很多创业者来讲 你当然可以追求 成为一个高大上的平台的 这样一个运营者 但同时其实你完全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生活 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做高大上的平台商呢 我也完全可以做一个 在这个平台的生态系统中 快乐的一个小蜜蜂 我觉得两种生活 对我们而言 同样都是美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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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